Hudersfield Broad Canal是全英国纵横4700英里运河系统中的一小段 这段运河中有9个船闸 全长约3.75英里 历史上运河的开凿与使用都是由私人公司经营的 所以这段运河在归为国有前叫 Sir John Ransom Canal 今天我带大家游览一下从9号船闸到Asprey码头这一段运河 走起 从桥下走过就是这附近最具地标性的建筑废品在循环使用场 他高耸的烟团在城里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走过这一段河道就与栗子公路交叉了 这里有一个大的公路桥 桥下这一段路没有太阳时 黑漆漆的有点可怕 两边的墙上都有涂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边那两重有美美倒影的建筑 一个是The Spiritualist Church 罗伯带我去过一次 教堂的主持可以与灵魂对话 另一个就是Rest Yorkshire Community Rehabitation Company 是一个管教所性质公司 帮助有钱科人不再犯罪 过了桥洞 继续往前 就可以干到泊船了 英文叫Budge 早年的泊船都是用马拉的货船 现在停泊在运河边上的泊船 全部都是用于居住的水上人家 四个白轮子的过路桥 英文名叫Turn Bridge 是一个可以升降的过路桥 当泊船要通过时 操动桥头的电动装置 通过链条就可以把桥上升到 与旁边的人形天桥一样的高度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已经是11月末了 和雨季花仍安开的阵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写着Sansbury大红字的建筑 是英国的一个大型超市 在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大学读书的学子们 对此情有独钟 记得有一个叫伊利亚的香港同学 毕业后重返英国旅游时 还特意在超市前拍照 岁月不饶人呀 这一黄又过去许多年了 留下的是我们的记忆与脚印 你会有大型的 radi网络 但是因为70,000 你会找到一本一层的房子 我会想到一个房子在房子 因为这边的房子 因为这边的房子都要花了 每年几个房子都要花了 那或者两个房子 然后你会花其30-40个月 这边的房子 所以你会想到一本一层的房子 我认为他很高兴的生活 Hundersville Broad Canal 与Narrow Canal交汇处 是Asbury Basin 码头 这附近有提供博船服务的博船公司 有餐馆和酒店 还有博船人家专用的公厕与零食 所以在这个码头处的水上人家很多 连接运河两岸的单拱形木桥 除了方便行人通过 也为整个码头平添了许多艺术气息 特别是在夕阳西下时 桥与水中的倒影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点赞 开铃铛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